说起现任泰王瓦吉拉龙宫 几天前他才第四度结婚 迎娶担任副指挥官的苏提达 来到今天 66岁的瓦吉拉龙宫 除了册封王后苏提达之外 也在曼谷大皇宫进行加冕典礼 那这是泰国近70年来 再有君王加冕 这个加冕的过程是融合了婆罗门教和佛教仪式 到现在 泰国人其实还是把他们的国王当成神来敬仰的 所以经过加冕仪式之后的泰王 可以说是名正言顺 成为一名活神 66岁的泰王瓦吉拉龙宫 在新王后的陪同下 今早在曼谷大皇宫展开为期三天的加冕仪式 泰王先到举行仪式的宫殿内 朝佛像跪拜 之后便开始净化仪式 身穿白袍的瓦吉拉龙宫 利用全国各地收集到的圣水来沐浴浸身 浸身仪式结束以后 换上王袍的瓦吉拉龙宫 坐在八角王座上 接受首相巴裕等官员送上的圣水 瓦吉拉龙宫缓缓地戴上重达7.3公斤 香满钻石和黄金的网罐 完成了加冕仪式 他除了册封苏提达为王后 也在场颁布了第一道王室御令 皇宫外也想起了礼炮向泰王致敬 这是泰国时隔近70年来再有泰王加冕 对大部分的老百姓来说 这是一生当中难得一次的机会 大批的泰国民众也穿上了象征王室的黄色上衣 聚集在皇宫外 见证着重要的时刻 也感觉非常激烈 一番有趣的情节 我不想起床主義 法治安女三姓 是法治疗人 也得奉口 父遗伦中文剧 二十字幕 打算手ôt晚了 以后 我才知道 从此局 这次 能够行为 成功的慈兴工 社区 学生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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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